有的品種聽說很貴的 現在沒方向的有就好了 放羊望去一整片水梨樹上空空如也 對比另外一邊 剛接好開滿花的高階梨果農欲哭無淚 趁這個嚴重的可能不一聲 可以說前導 每年12月到2月是嫁接梨穗的時段 但是春節期間 遇上強烈的寒流來襲 梨穗凍傷 根本開不了花 產量只怕也會直線下滑 台中市的高階梨大約2059公頃 栽培面積大約占了全國的七成 也是中台灣的重要產業 偏偏被低溫寒流一波接著一波 損害面積大約697公頃占了36% 農委會也指出 受到1月下旬寒流的影響 農產估計損失8552萬元 其中台中市就佔了63%最多 損失達到5346萬元 高階梨本身 它會從大概12月開始 會去做高階的動作 因為遇到低溫的部分 甚至於它沒有辦法很順利的 能夠癒合成功 或者是能夠正常的開花 離稅的災害的保險部分 也有加碼補助 中央農委會目前是補助50% 農業級部分這邊是加碼40% 農民只要負擔10% 老天也不想犯 現在也只能寄望中央補助 讓損失降到最低 華人新聞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